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的全年的MVP是正本之合 但是您拿半成MVP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叫什么 因为半成它可能它替联赛的第一阶段的这种排位赛叫做21场球 它半成应该是接着到第11场球 而且前11场球我都打了 包括可能打了七八场之后我就已经排在第一位了 就已经是一直始终保持第一 而且是领先第二好几场的这种胜场 等于说还有三场球 你这三场全赢 我这三场我也得打 等于我要赢始终还保持这种差距 所以说半成是在意料之中的 等于说白了就是开局打得很好 确实是我到那连赢了五场六场 等于上来开局就一直在连赢 等于就积攒下来的 等于这个基础打得很好 所以半成的时候几乎是他们很难去超越过 等于可以说前半成的胜率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的这么一个胜率 所以说基本上应该是能压住他们 但是后边还有十场球 你看后边的十场球我总共才打了四场 等于有六场比赛没有打 所以是这样 但是后半成我发现前半成好像是用成绩去累积的 对吧 就是可以算出来 那后边这个好像就不一定了 对因为全年的嘛 他全年的一个也要把上半年考虑进去 然后还有你后半成 甚至最后 他的标准就不一定 对他这个对他可能不是仅仅依赖这个胜率了 可能他要全方位的去考量 比如说你为这个队的这种贡献 或者说的你这个确实帮助这个队 就像我说帮助这个队最后的成绩 而且他要看你这个你所效力的俱乐部的成绩也很关键 除非咱们说 比如说这个全年代MVP 你的胜率拉第二名很多场 比如说这个那你就有绝对的优势了 你要说的比如说的场次很接近 或者这种的 那可能就很难去 就综合考量 对那肯定是要以综合的这种 我感觉肯定是要以综合的这种能力 包括像这个MVP的这个评委 具体是怎么评出来的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因为这个规则里边我也不太懂 就是他们这个替联赛整体的 那应该是获得了 对反而就是说这个因为半成我知道半成就是一看胜率 因为我去今年从第一场去的时候就说说的这个半成就是看胜率 半成的MVP 但是全年的MVP呢并没有说具体的评选的标准 一般的话这个大家的印象里啊会觉得可能日本的联赛 那可能全年的MVP他可能像第一届一样 搬给日本本土的运动员 其实当时侯老师拿完这个MVP的时候 也记得朋友圈里很多乒乓球圈里的人都在发这个新闻的报道 然后也都是说这个不容易 难得 其实大家都没想到能一个日本的联赛 能把这个MVP的这个荣誉啊给到我们中国的一个运动员 所以说咱蹭个热度啊 就是您在咱们这个节目上 首先来一个互相感言吧 我感觉怎么说呢 这个MVP吧 可以说呢也是自己的这种努力和付出 包括呢确实是 其实全年的MVP啊不太好拿在哪 从联赛的第一场到最后一场 这个期间你都要保持好你的技战术状态 包括身体状态是全方位的 而且呢像我呢又不是说的 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一直在日本 我是等于是只有比赛 我只有比赛的时候 我才会去才去飞过去 而且就只比这个开赛提前个一天到两天最多了 撑死了 所以呢就说的不像他们这个日本本地的这个球员 他都可以系统训练 包括始终在这 他的环境都始终是在这 等于我一直是在飞 而且呢我还有五场到六场没有打 有五场球没有打 所以说其实是不占任何的优势的 你要说21场球我全打满了 那可能会更好 等于我还有五场没有打呢 如果那五场我打了 我可能胜率上我也排第一了 明白 对吧等于我又少打了五场 等于我等于我实际才打了可能16场球 等于我用16场对抗人家的21场球 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呢对于我来讲呢 一个呢也是怎么说呢 对自己的这种发挥啊 包括各方面来讲也是一个肯定 包括我也发微博也说 还需要继续努力确实是这样 还有就是体现自己的这种价值 对吧你看这咱是这个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 而且也是在国家队训练这么多年 受国家队的这种训练教育各方面 退役了这么多年咱到日本还可以成王 就是还可以拿VP 这就让他们知道中国的乒乓球多厉害 而且让他们从心里边就知道咱们中国乒乓球的强大 而且他们给他们这种威慑让他们害怕 对吧一个40岁快40岁 马上下个月我就40岁整了 真6月份过生日嘛 下个月就40岁整了 等于还有一个月我就年满 真的满满的40岁了 对啊所以说呢就说的还能在日本 而且打着日本的这个T联赛都是日本最顶尖的球员 是明白 刚刚说到这个MVP啊我不知道 贵达你刚开始知道这个消息是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是身家活着找一场 我跟你说就说我呀就有时候说虽然咱们做乒乓球了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就一台迷 我首先就看了那个数了 一百万人民币 然后呢我马上去查了一下 就合人民币多少钱 我看算了按现在会就差不多六万 六万六左右 六万六对 然后这时候呢您说我就操这些 我就开始惦记了 第一来讲呢就是咱半成的时候也有一奖励是吧 对半成呢它不是这种现金的 它是一个彩电 当时还给我颁奖了 然后我还拿着那个图片 上面对上面就是一个彩电嘛 就是这个拿回来了 那个到现在 因为什么首先第一 他发的你这个是彩电 虽然是我拿那张纸 但是他说的这个 没法弄啊那么大 弄一个六十寸的彩电 咱说怎么运啊 拖运你也不可能 对吧 而且呢我后来我就跟他们交涉 我让我们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跟说 跟提联赛的组委会去交涉 说那能不能 后来当时也看了 就他那个品牌的彩电 具体是什么 给海关还出难题了 对啊 还真不知道 有人邮电视回来 对不是 马桶外还有 你怎么证明 对啊这税怎么上 对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文 后来我就说 能不能把这个彩电 给我换成别的 或者说你能不能 换成钱 换成钱最好 对啊 那个是很简单 要不然你就给我换成别的 而且那个彩电 当时呢 就在日本的这个电器城 它都能查到吗 就跟咱们这种 很大型的电器城里边 这个品牌 这个大小的彩电 当时应该是 折合日元 应该是在22万日元左右 折合人币 也就大概是 一万三四左右 就是人币啊 这个 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 就说的 把这个折换成钱 哪怕少点都可以 对吧 因为好拿嘛 我说如果说 要不行的话 能不能带金券也行 比如说在它这电器城里边 我可以选择别的一些 小一些的这种 我不一定要电视 对 我可以买一些小的这种 好带回国的 比如说对吧 比如说咱们选个 笔记本电脑啦 或者选个手机啦 或者这种电动体虚刀 或者相机之类这种 也是价钱 也都不是说的 很便宜的这种的 你这种选择一定就大嘛 你说弄一大电视 那没法弄 关键咱家也不缺这电视 对啊 你说你弄回来吧 这个后来呢 反正就是我们 这纪约部的工作人员呢 也跟替联赛组委会在交涉 现在呢也具体 也没给出什么太好的意见 也是因为这个疫情 就直接就脱后了嘛 包括这个 我估计人家的那个 赞助商啊 或者组委会啊 没想到能这 就是你拿了 人家本来本土 对 开车 因为日本又不大 开车就拉家去了 当时后来他们还跟我说 你要不然把这个 卖给你日本的朋友 或者送给你日本的朋友 给我们个地址 直接就啪 就给你快递过去了 也很方便 就是日本 后来我说这个 我日本也没有什么朋友 而且说这个 人家可能也不缺这个东西 后来我说 能不能给换成小一点的东西 或者说这种 反正他们就在交涉 包括这个 全年的这个 MVP的这个奖金 一百万日元 这个我还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 怎么给啊 或者怎么样 也是因为 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 整个现在提连赛都在停 比赛其实 第二年 第二年 对吧 所以说我这时候又说到了 就是要是说钱 我就兴奋了 这上不上税 这个 这个奖金 我还真不知道 应该是税后 我感觉应该是税后 因为 因为他 这个因为我也没问张本 去年这一百万上没上税 但是 但是我感觉应该是税后 应该是税后了 对应该是税后 要不然就是这个一百万 日本的这个税上多少 大概是百分之 百分之十几 还是百分之二十 如果说你要达到这个数的话 按理说 比如说像您 在国外拿了这个奖金了 理论上回国 好像我印象中有一个税制 反正这一税 只要你在哪 哪地交了 就不用重复 对对对 对对对 理论上来讲 那么就是说 这个如果是日本 是正于税后了 组委会帮你承担税钱了 对 您就拿税后奖金 对 税后奖金 如果他定的是税后一百万的话 那就是税后 如果说他说的不是税后 那就在日本 你交完税 你比如说交了二十万的税 还剩下八十万 那你就把这八十万日元拿回来 这个也是应该是不用上税的 应该是 其实今天我做这节目之前 我就在想 就是说肯定很多朋友一看了 比如说看了片道 看了标题 就是侯老师来 肯定得讲很多专业上的东西 然后呢 我开始我就跟侯老师解释了 我说这不咱不讲课 咱就聊天 对 聊天的 而且我们希望跟更多的朋友吃饭的时候 您说您学个技术 还得把我把块放下 就听我们先聊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聊到钱 就兴奋了 刚才我说的这个 我讲起什么了 为什么说到上税 或者是缴费的 这个比例的问题 因为前两天 羽毛球在日本出问题了 就是陶田获得一大笔奖金 然后是日本的羽协 要求拿出10% 要缴到协会 这样的一个纠分 但是这个时候 您围绕您这个MVP 这个事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后来特意查了一下 因为以前还不太关注 就因为这个钱 我具体非常熟的一个人拿到这个钱了 所以我非常关心 这个钱的高低问题 后来我看了一下 就是整个其他的运动项目来讲 MVP的奖金都不变不是很高 对 它是这种 对 它是一个 其实我感觉呢 这个呢 更多的是 对你自身的一个 价值的一个肯定 包括你的表现 包括对你整个这个运动员的一个肯定 它不是说拿钱来衡量的 明白 懂吗 就是说它不是说拿这个钱来衡量你的这个价值 其实这个能颁给你MVP 对吧 这个呢就应该是对你整个的这个 今年的所有的表现 对吧 不光是赛场上的表现 你为俱乐部做的 或者说你整个的人的这种赛场上所有的表现 咱比如说你光球打的好 你赢的很多 但是你可能在场外出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的话 它也不会颁给你 可能会给这个赛方留下的印象不好 对啊 对啊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 整体的我感觉像T联赛的组委会 对于我的这个 不光是咱说乒乓球上比赛当中的表现 对于平常的一些节目 因为平常跟这个松下哈尔也都是 每个每次比赛基本上每次都能碰见 因为我们队的这种比赛基本上它都会去 基本上老那么碰见 有时候也聊一聊天啊什么的 我感觉对我呢 确实是也也就说的 从平常的聊天当中 包括也有时候也说一些技术 我说呢 因为他也是小球嘛 哎聊天我感觉他对我也是很肯定 说啊你的球啊就那保持的不错 包括什么呢 我说是啊 我说当时 我说你的这个 他比我大很多将近十岁嘛 可能十多岁 我说你那时候是我看着你 比赛啊这种的 我说咱俩没有机会配个双打 我说的是吧 这种就是开玩笑嘛 所以呢 我感觉其实这个MVP更多的 一个呢 不光是在你在运动的这块成绩啊 也跟综合的这种考虑 我感觉是明白 但这个时候我也看一些报道啊 然后就说到这MVP的时候 其实我所以是一会儿这只提出的问题啊 由头在这儿就说 虽然看这个MVP啊 对于你第二年签约和帮助个大了 啊说白了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不成文的 我不知道啊 是不成文的规定还是说有一定约定 就是你有这商分 您第二年在签约的时候 您身价自然而然就涨了啊 就好比说拿到什么支撑了 对 你再谈就涨了 在乒乓球圈也是这样 这也是我刚刚关心的问题 对对对 乒乓球圈 我感觉这个呢 还是要看俱乐部 因为我们这个效力的是俱乐部嘛 就是这个 还要看俱乐部 你像我比如说拿来MVP 确实俱乐部的老板 也看到你做的这个贡献 为球队做的贡献 帮助球队啊 包括各方面 而且呢 像这个T联赛 四家俱乐部 基本都是私人企业赞助 明白 等于就是说 人家自己的这个企业 就是自己掏腰包 好钱真金 对 真是从自己的斗里掏钱 给运动员这种的 所以呢 我感觉呢 我的这个 整个去年的这一年的表现 就整个的赛季 很好 所以 而且我的这级业部 也是第二年打了 如果要再去的话 可能就是第三年了 也合作的很好 而且呢 我想这个老板呢 不用我去说 他可能自己就会 很主动 但是不是相对来讲 就没有一个相对明文的一个规定 没有 这个肯定是没有 因为什么 咱们说很简单一点 比如说 咱们比如说 我这个代表幕下 我拿了今年的MVP 但是由于这个疫情 咱们也知道这个疫情的影响 它不光影响的是球员 企业的受的影响更大 没错 那有可能人家节约开支 没错 那也有可能是这样 咱们也看了很多的足球的 这个欧洲的这个 联赛很多都减薪了 对不对 别人这个很大C罗 都主动要求 我这么问您一句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情况太特殊了 太特殊了 对 太特殊了 那么我私下问一下 咱有没有可能知道 就是去年反程张伟 是拿到了这个MVP了 他今年的是这个 因为他今年又签了嘛 就是您知道吗 他这个费用有没有一个变化 因为像张本这个 他们像张本跟他们签呀 就跟我们这个俱乐部 是吧 他呢就说的 他有很多种签法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木下本身就是他 你看他是不是身上的广告 就是木下 这个是一份合同 这个不是俱乐部的 是木下这个单独赞助你的 你懂这个意思吗 明白 就单独赞助你张本的 他的衣服上必须要有这个木下 等于就是他去别的 就任何的比赛上面都有木下 个人的赞助 个人的赞助 然后跟俱乐部又是另外一个 等于是第二个合同 等于第一个合同 就是木下本身就是他的赞助商 这是第一个合同 然后如果说打T联赛 就是再谈第二份合同了 所以说呢 这个他等于跟木下呢 这种合作呢 是深度合作了 所以说他这个合同怎么去谈 具体怎么样的话 这个咱们还不太多 但是今年这第二年的这个联赛 他打的没有第一年多 明显咱们也都看 转播的都知道 张本他这第二年的联赛 打的没有第一年多 一个呢是这种公开赛 打的比较多 这种国际赛事 他比较辛苦比较累 可能国内的联赛也没法兼顾 所以呢 他这个 如果说咱们说 比如说像这第二年联赛 他打了可能连十场都没有 那你这个钱是怎么给 而且据我所知 也是按场次给钱的 不是说按整个赛季给钱 明白 懂吗 按出场次数 对 不是你打一场多少钱 赢一场多少钱 是这么去给的 但是呢 他肯定有一个保底 比如说呢 你最少要打八场 因为这个T联赛要求 你最少要出场八场 你才能打最后的总决赛 你如果这个八场不够 你这球员是不能代表这个俱乐部 打最后的决赛的 明白 就最后那场决赛 就本来我们 上场率 对 你看我第一年去的时候 我不就打最后的八场球吗 我场场必须要上 就是我发现别的项目 这几个火的啊 咱说篮球啊 足球啊 运动员的身价啊 什么签约多少多少钱 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潮点 或者大家也关注点 对 轮到咱乒乓球这块 就是70年以后 包括咱平常的时候 好像比如说 平常的时候只有转家 转贵 对 它有一个名码标价 对 有一个名码标价 说一下 但是也就一笔带过 从此以后就不再提了 您看提连载这个 好像也没把它 作为一个点来 对 它没有 因为 因为呢 是乒乓球这块 就不能贪钱吗 它也不是说不能贪钱 因为乒乓球呢 它有很多的 怎么说呢 就说的 像队员的这种合同价钱 可能 它不太会去公开 说俱乐部很关键 你包括就让咱们说 这个MAP 或者什么 就像你们很感兴 是不是明年 这个怎么样 因为合同条款里 包括规则里 没有说的 MAP就得怎么怎么样 对吧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荣誉 但是说你做的贡献 老板肯定是知道的 老板肯定是知道的 我可以购量的 我可以购量的